大家晚安 今天全台各地都是一个很舒服温暖的好天气 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好的把握 预计这样子的好天气会持续到明天礼拜一的上半天 大家真的要好好的珍惜 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今天全台各地没有受到什么明显的天气系统影响 所以天气很清朗很稳定 各地都是很舒服的好天气 不过从明天礼拜一的中午过后 新的一波东北风就要增强南下影响台湾 除了带来一些凉空气之外 也会带来一些水气 所以在银峰面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又要再度转为一个湿湿凉凉的天气形态了 不过这波东北风强度不是很强 就只有影响北部跟东部地区 中南部地区未来这个星期 依旧是维持比较温暖稳定的好天气 进一步来看一下降雨的分布图 预计从礼拜一的下半天傍晚开始 在刚刚提过了桃源伊北大台北地区 基隆还有宜兰还有北部的花莲 预计都会逐渐转成一个 湿湿凉凉有正雨的天气形态 不稳定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三 甚至是礼拜四 所以等于是从礼拜一的下半天开始 至少持续三四天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 容易下雨 出门要记得攜带雨季 特别是明天礼拜一早上的时候 大家可能还觉得天气还不错 有阳光 但是其实中午过后 就会陆陆续续转成有雨的天气形态了 所以建议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民众 明天外出一定要记得攜带雨季 那么在新竹以南直到高雄屏東 未来这几天维持稳定的好天气 但是在好天气情况之下 空气品质就很容易不好了 建议敏感族群外出要记得戴上口罩了 至于在温度的变化 进一步来看一下 刚刚提过了 礼拜一的下半天开始 东北风增强 所以会带来一些凉空气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明天礼拜一的高温 从今天的29度降到27度左右 到了礼拜二 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高温更是降到只有23度左右 而低温在接下来这几天 也只有21度左右而已 早晚很明显的转凉了 特别是在礼拜二一整天 都是一个比较湿凉的天气 礼拜三礼拜四气温稍稍的回暖 不过真的要感觉很温暖的天气 就得等到礼拜五了 所以整体来说 可以看到未来这个星期 北部地区气温上上下下 变化很大 大家务必要多加留意温差的变化 小心不要穿错衣服感冒了 相对来说 中南部地区因为不会受到 这波东北风的影响 在未来这个星期 依旧是很温暖很稳定的天气 高温大概都是来到了28度29度左右 变化不大 不过清晨跟晚上 也是会比较凉一些 日夜温差大 大家早晚外出 也是要记得穿上一件宝外套在出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明天清晨 除了基隆地区一些零星阵雨之外 其他各地都是稳定的好天气 好天气持续到明天礼拜一的中午之前 明天中午过后 随着东北风增强 带来一些水气跟凉空气 大台北地区 基隆 宜兰 还有花莲 就会逐渐转成有阵雨的天气了 也特别提醒这些地方的民众 明天外出要记得席雨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给大家一点叮咛 这个明天中午过后 东北风就会增强了 大台北地区 东部地区逐渐转成一个 湿湿凉凉的天气 湿凉的天气会持续到 礼拜四左右 建议您未来这段时间 都要记得席雨具出门 那么桃源以南 维持稳定的好天气 但是好天气情况之下 扩散条件就非常的差了 中南部地区空气品质 还是蛮差的 建议敏感族群 未来这几天外出 一定要记得戴上口罩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